哈囉,大家好,我是塔塔 跟大家分享一款非常好吃又受歡迎的 牛奶優格小餐包 不需要攪拌機,只要有萬能的雙手 就可以做出非常柔軟的小餐包喔! 準備的材料大致上有這些 我把食材表列在上面,有需要的人請自行截圖 我今天使用的是賣點實作工作方的麵包專用粉 專為家用烘焙開發,很適合手揉 能夠輕易揉麵團,而且不使用添加劑 可以放心做給家人吃喔! 這個一包有一公斤重,包裝裡面有分成兩小包 每一包都是500公克裝 如果一次做500克的話,就不需要再蹭過 非常方便喔! 不過我們今天要製作的小餐包只需要250克的麵粉 所以還是要先取用半包250克 你可以選擇任何喜歡的糖,我用的是三溫糖 這次示範的是手揉麵團,所以牛奶跟優格都不需要低溫 優格跟牛奶請從冰箱取出退冰30分鐘就可以囉! 奶油放置到室溫軟化,雞蛋常溫就可以囉! 我會建議乾酵母要用之前再從冰箱取出,避免受潮,影響活性 我們先把鹽跟糖放到麵粉裡面攪拌均勻 這樣可以避免直接跟酵母接觸,影響活性 這時候呢,把乾酵母放進來,攪拌均勻 我會建議雞蛋先打到碗裡,避免不小心蛋殼掉到麵粉裡,那就糟糕囉! 先在中間先挖一個洞,把雞蛋、優格跟牛奶放進來 用矽膠刮刀慢慢的把蛋黃戳破,慢慢的拌入麵粉中 像這樣慢慢的讓麵粉激收水分 漸漸的,麵粉會呈現麵片的狀態,越來越成團 大概拌勻到碗底沒有乾粉的狀態就差不多囉 現在用刮板把沾黏的麵粉刮下來,不要浪費囉 把麵團倒到揉麵墊上 整理一下麵團 接著用一個碗,蓋一下,我們要進行水河法 靜置的時間大約是30分鐘到一個小時 時間越長,效果越好 半個小時後,我們來看一下狀況 現在麵團看起來比剛剛還要柔軟,而且變得比較有延展性 可以像這樣拉起來,不會斷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來進行手揉了 兩手像這樣把麵團拉開,就像是洗衣服一樣的動作 動作盡量大一點 這個動作大概進行3-5分鐘左右 現在麵團已經開始產生網狀構造了 越來越拼滑,利用刮板把麵團收集起來 然後把手上的麵團刮乾淨,像這樣搓一搓 記得不要去洗手,也不要加麵粉喔 麵粉加的太多會破壞到我們算好的比例 要特別注意一下,刮板這邊也要刮下來 現在把麵團翻折一下,然後在檯面上甩打幾下 這樣可以讓麵團更凝聚在一起,增加彈力 接著可以像這樣,用手甩出去,然後繞一下把麵團收回來 然後利用刮板把麵團刮下來,收集起來,繼續再打 最後把手上的麵團刮下來後,可以把手洗乾淨 撒上一點麵粉預防沾黏 現在用鼻子的方式輕輕的揉捏,讓麵團表面更光滑一點 這時手上沾一點麵粉,來確認一下麵團的狀況 目前麵團已經可以拉出薄膜,破掉的邊緣呈現鋸齒狀 這樣就可以囉! 我們在麵團表面上噴上一點水,預防乾燥 蓋上一個碗,先讓麵團休息15分鐘 現在來看一下麵團的狀況 哇,麵團已經變得更光滑一點囉! 現在手上抹上一點奶油 把鬆弛好的麵團上下拉開,像這樣拉開成長方形的樣子 接著把奶油均勻的塗抹在麵團上 塗抹均勻後,慢慢的包裹起來 沾在檯面上的用刮板刮下來就可以囉! 現在我們要繼續的揉捏麵團,讓奶油慢慢的吸收進去 加了奶油之後,麵團會開始變得鬆散,又開始黏手 這都是正常的喔! 像剛剛一樣,繼續的洗衣服,拉出去,收回來 沾黏在檯面上的,用刮板收集起來,繼續的揉捏 這個動作大概進行3-5分鐘就可以囉! 直到奶油完全吸收進去為止 接著呢,把麵團收集成團 利用刮板跟手甩打幾下,讓麵團更有彈性 這時候手上抹上一點奶油 我們要翻折麵團,這個動作可以讓麵團更有彈性 麵團像這樣甩出去,然後收回來,轉90度,再甩出去 重複這個動作,大約1-2分鐘左右 現在把麵團收口向下,整理成圓形 蓋上一個碗,讓麵團再次的鬆弛休息10分鐘 等待的時候,美食可以稍微的整理一下檯面 現在來看一下麵團的狀況 手上抹上一點奶油 然後拉出一小塊麵團來看一下薄末的狀況 像這樣左右左右輕輕的拉扯 拉出的薄末,破掉邊緣是平滑的 就表示整工囉! 你看,薄末都薄到可以透光了 我們拿一個調理盆,抹上一點奶油,預防沾黏 整理一下麵團,手口朝下 把麵團放入調理盆裡面 在麵團上,盆上一點水,可以幫助麵團發酵的功效喔! 輕輕的蓋上一塊乾布 像這樣放在室溫進行第一次發酵 室溫發酵時間呢,大約是90-100分鐘左右 直到發酵成原來麵團的兩倍大小 現在來看一下麵團的狀況 已經發酵好囉! 樣子圓圓的好可愛喔! 在上面撒上一點麵粉,然後把盆子倒扣過來 讓麵團慢慢的掉下來就好 接著呢,在麵團上撒上一點麵粉,輕輕的拍打排氣 翻折一下,然後幫麵團呈一下重量 大概是480克 輕輕的排氣 然後輕輕的拉一下麵團,拉出正方形的樣子 接著切割麵團,每一份大概是53克 如果太多就丟一些起來,太少就補一點 盡量讓麵團都一樣大小,這樣做出來才不會有大有小喔! 現在把光滑麵朝上,左右拉一下,收口再下 然後朝自己的方向,整形抽圓 表面噴一點水,預防乾燥 蓋上一塊乾布,讓麵團休息20分鐘 等待的時候,來準備一個方形蛋糕烤膜 我用的是18公分 鋪上一張烘焙紙,等一下會比較好脫膜 來看一下麵團的狀況 現在每一個都長大一點點,好可愛喔! 拌一點麵粉,然後輕輕的壓扁排氣 接著把麵團翻過來,光滑麵朝下 把四周的麵團都手折進來 像這樣把收口捏緊,輕輕的搓圓 收口的地方可以再捏一下,像這樣倒掉一下 這樣烤出來的形狀會比較漂亮喔! 把捏好的麵團直接的放到烤膜裡面,一個一個排好 像這樣分別的擺放就可以囉! 這時候在表面噴上一點水,可以幫助發酵的更好喔! 室溫大概發酵一個小時,或者發酵到烤膜9分滿 等待的時候呢,來打一顆雞蛋 把雞蛋打散,然後取用大約一大匙的蛋液 加入一大匙的水調勻,這樣蛋液才不會太濃喔! 來看一下發酵的狀況 喔!已經9分滿囉! 這時候呢,先把烤箱預熱到170度 順著同一個方向,輕輕的刷上蛋液 然後轉一個方向,再刷另外一邊 刷蛋液的時候呢,如果太用力,就會把麵團戳破,要注意喔! 現在烤箱已經預熱好了,趕緊的拿去烤 用170度來烘烤 大概烤13-14分鐘左右 最後5分鐘的時候,把溫度調高為190度來上色 現在麵包已經烤好,可以出爐囉! 剛出爐的時候,記得要在桌上重重的敲三下,散掉多餘的熱氣 然後拿掉烘焙紙,再往架上,散熱15分鐘 哇,這次烤的顏色好漂亮喔! 看起來好好吃! 趁熱的時候在餐包上,刷上室溫融化的奶油 這樣餐包吃起來就會帶有很棒的奶香味喔! 可愛的小餐包,看起來好療癒喔! 今天這一款手揉的牛奶優格小餐包,口感非常的柔軟 看得我肚子都咕嚕咕嚕的叫囉! 讓我來撕開給大家看一下 哇,好軟喔!餐包內部也一絲一絲的 沒想到用手揉也可以做出這麼好吃的小餐包 可愛的小餐包可以抹上果醬,夾三明治吃,或者是配烤蔬菜,都超棒的! 我喜歡簡單的抹上有鹽奶油,就好吃到爆了! 嗯,太好吃了,我還要再吃一個 好啦,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喜歡我的分享記得幫我點讚跟訂閱,還要開啟小鈴鐺喔! 那我們下次再見!拜拜!